三鏡小姐、范小姐 你知道為何我們選你嗎 我想我的輪廓比較分明 所以上鏡時比較鮮明 是嗎 我想其實每個得獎 加你都這麼漂亮 你們每個都上鏡 只不過范小姐比較好 因為她的輪廓比較明顯 還有我希望你們自己 有時間找回你們最漂亮的那邊 讓觀眾看 先生,你是最上鏡小姐的評判 可否教我們如何擺放最上鏡的姿勢 很容易,根本你看著鏡 看到你自己最喜歡的那邊就行了 靈組行程又踏進第三天 這是二十六號的星期三 來到西伯利亞皮草行 皮草是女士的深愛衣物 當然要馬上試鑿 獲贈價值一萬棉皮草的 有楊凱氏 最有幽默感的郭凱鳴 郭凱鳴的國際親善小姐名銜 又令她可以獲贈第二件皮草 郭凱鳴的國際親善小姐名銜 蔡兆芬就試鑿價值三萬元的皮草 周嘉玲獲贈的皮草 也是價值三萬的 而判分郭凱鳴的第三件皮草禮物 還價值五萬 西伯利亞皮草行 送出的皮草種植是多少 算對還是算錯都無所謂 答案就是十五萬 為了港姐去瑞士拍攝外景 西伯利亞皮草行 借出了一些狐狸的頸巾 帽子和Ming的外套給她們拍攝 我們這麼冷的天氣 穿著皮草,吃著雪糕,又扔雪球 都然而覺得這麼溫暖 我也是第一次而已 方太太,你以為我最喜歡 穿哪種粉色的皮草 好,我覺得你穿短身的白色蝙蝦 就很漂亮 謝謝 各位觀眾 港姐的領獎行程還未完結 二百多萬的巨獎 只獲得一半而已 下星期六同樣時間再見